我 我不会出事吧 可是这是在台湾呢 这怎么有一个好奇怪的人 哇 感觉 争议或者顾虑吧 哈喽 要一份 拜拜 是我中奖 对 就是他 哈喽 大腕 你们也会叫我老台北人吗 好吗 我没事吧 我真的不会有事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当当 当当现在在红楼 可是那红楼不是我今天要来的 刚刚跟朋友有约 朋友刚刚走 给你们看一下这条街 我觉得是 不知道 就是当当频道的观众朋友们知道的多不过 但是它非常有代表性 对 你们懂的 这条街就是很有特色的 台湾一个固定族群会来的 可是刚刚我们是要找地方喝东西嘛 就约在这一家 它虽然是一些特定族群的 可是我们今天住在这里的时候 超舒服的 现在才要开启 党大玩的 幸福一天 哼哼哼哼哼 我有事在别的平台 介绍刚刚那条街 我觉得 嗯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争议 或者一些顾虑吧 可是这是在台湾呢 你们都知道在台湾 这个东西是合法的 在台湾这件事情合法来讲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包容性实在实在实在是太强了 可以在世界上做到 就是允许这件事情的不多 所以台湾真的是 这个包容性我只能说比赞 今天党党喝那个美式 喝的我真是越来越滑 我现在超级超级的饿的 我现在要去西门 哦 西门可厉害了 西门有太多地方可以让我吃了 好了我现在要吃东西了 不行 喝的有点广 我去啦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 很会找一些 大拉拐角 然后一些很神奇的地方在录东西 刚刚讲的就是 手机架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这样撑在这里 然后给大家录的那个开场 这个就是红楼 好吧 我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博主 随性的博主要去吃东西 饿呀 虽然西门红楼不像台北101那么的 国际性的有名 可是它在西门町 是西门町最有名的标志之一 给很久没有来西门红楼的家人们 早晚一下 西门红楼 1908年这种建筑就在了 百年咯 它是最早 我看台湾最早工订的市场之一 前是个市场 有历史的哦 哇塞 好想知道西门捷运站 这个6号出口 每天的接待的人流量到底是多少 这应该是 国际性的交通要道口了吧 包容的台北 好爱哦 我好饿 我怎么永远都在饿的路上 今天来 突然好想吃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什么来着 对了 这个阿中面线了 我把人家名字都忘了 反省一下 这个人 作为党长最爱吃的台湾小吃之一 面线 阿中面线 哦 好久没有吃了 因为其实平时在其他的地方 很多路边 它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面线 哎今天刚好就在西门 不能出过阿中面线 毕竟它太有名了 没有刚刚在那个水排上看到我的名字吗 不要找党当啊 党当可能是没有的 我再给你们拍一下 不是我的名字吗 党大碗 哈啰大碗 75吗 对 这边吃吧 外带 好 阿中面线75 是我中奖 太够了 大碗对外带 要多一点香菜 香菜公主 必须香菜主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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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它是观光客吃的 还是要给它打烤 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 台湾特色 卫生纸在墙上 这个是党当之前很常来的星巴克 哦 这个拍起来蛮好看的 它是塞纹 上面是星巴克 这顿建筑也蛮 这是以前的什么 老一点的建筑吗 这个是以前就有吗 这怎么有一个好奇怪的人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它 金色的 这条街是纹生街 我是知道啦 可是 哦 这个是带纹生的那个机器 哎哟 哈啰 诶 我怎么记得台湾是叫刺身 哦 刺身 我在讲什么啊 刺青啦 长大你说没吃饭 长大饿昏了 我记得台湾好像叫刺青 还是也叫纹生 还是都可以 就是这一条 然后这两家 我之前就常常有路过 那我本来是要走的 结果路过了鸡蛋糕 我闻到这个味 我不行了 哈啰 要一份鸡蛋糕 这个好可爱哦 哦 台湾鸡蛋糕 我真的 我闻到这个味 我是立马是都要不停下来的那种 呃 要 谢谢 鸡蛋糕也是台湾 我觉得 它很评价 东一下啊 它很评价 可是它又非常有 可爱的那种 台湾鸡饼小吃 看这个 别看它很简单 它非常的好吃 此时此刻 我来到了老台北人 谁要敢说 他没来过这个地方 我都不信 因为 呃 在西安 其实也有这种老眼的商场 它可以屹立很多年 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依然 矗立在那里 我觉得这栋大楼 对台北来讲 就是这样的 额梅街 前方就是额梅立即停车场 我现在要去这个万年的楼下 简直 轻车实陆 走进来都知道哪里是电梯 哎 我觉得 你们也会叫我老台北人吧 好吗 我真的是太熟了 啥啥都知道 第一万美食街 你们应该大概知道 我是来吃什么的了 之前 当当跟老公来吃过这家 老山东牛肉面 但我今天不是来吃他们家的 到了 就是 晶圆排骨 我竟然没什么人 哎 哦哦 错错了 里面好多人 我来外带好了 晶圆排骨啊 没吃过的举手 估计没什么人举手 你们应该都吃过 创立于1973年 它是分店 那它还有总店吗 哈喽 一分排骨放外袋 谢谢 谢谢 好 摆设 好 谢谢 谢谢 我刚下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 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下面 已经有一点点落寞了 人都变少了 以前人超多的 结果 我就等了一个排骨饭的时间 大概六七分钟吧 等我走的时候里面全部住满 我错了 别往下定对 哈 已经都排到这了 看一下 哇 我感觉排了二三十个人有了吧 好 排队了 这一家以前也这么排队吗 以前也有这个排队的这个杆子吗 我现在来都要排队 我以为他不见了 你们有见过像党能这样 本来不是台湾人 不是台北人 就是嫁过来的陆佩 结果对台湾的小吃 这么在行的人吗 但是我现在要去的这家 还真的不是我自己知道的 是我朋友跟我讲的 因为他说 这家店其实有两家 一家是游贺会去的 那这家是台北的本地人会来的 就是这家上海老天路 它有两家 然后我朋友说 这家是本地台北人都会来买的 我1949年就成立了 哇哇哇我来啦 好香哦 天哪 现在也太香了吧 哇真的有卖糕饼耶 我只是在他们家有卖卤味 神奇了 还对了 听说那个原来是新据点那一栋 开了一个很有名的锅 改天早上要来吃 哇晚上的西门丁 刚刚我去做了个起家 所以我就说有好多人啊 大概有两个学校的孩子 在干嘛呀 好可爱 我告诉你们 家人 是你们给我的勇气 之前我不是不敢吃那个麻油鸡嘛 然后就去尝试了一下 发现原来那个味道很好吃 就是以前不敢吃是内心总有一种抗拒 但我觉得在台湾住久了 就是因为每天你会经过很多那种好吃的 你觉得它一直存在 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嘛 我今天就要尝试一个我没有尝试过的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误会它什么了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误会解开 那就是我要去喝一杯火瓜汁 哦对对对对 路过这里了 天天利谢谢鱿鱼羹 哇这两家店也是绝绝子 然后我超喜欢那个谢谢鱿鱼羹的店名 很喜欢我觉得很可爱 所以天天利比较人多哎 哇这么人 你们看先是排了这么多人 哦他们家里面更多人 哦变厉害了 天天利我吃过 今天不吃了 今天吃他们家故意得排个半个小时有了 哈哈我到了苦瓜汁 哦这个不是 这个是假的 哇台湾特色白玉大苦瓜 人家叫白玉苦瓜 我一定要加个大汁 苦瓜汁是不是就买这家的 在那个天天利他们这边这家 因为我就一直印象中都这家 Oh my god 谁会点这个啊 生活已经那么苦了 还要喝春苦瓜原汁 我排五 苦瓜汁这么贵的吗 我看那个纯苦瓜原汁要150 蜂蜜苦瓜也要110 现在好可爱说 喝这个比吃鲍鱼好 我也是一个小杯的 蜂蜜苦瓜 正常 正常蜂蜜 不敢挑战那个调整的 哇这边有个苦瓜我想要拿一些啊 谢谢 好 这条巷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啊 我们现在要吃的这家到了 洋季冰店 想吃这个很久了呢 我没吃过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 它的冰里面是玉米的 好多人啊 啊 对就是它 它有特色了 玉米本来就是一个 等下把它放在冰里 哇 我要单独拍一张照片 发圈 并且发给大力圆子 哇这个绝了 我没看过 我真的第一次看啊 诶 这边是什么 花生 花生 哇 哇 这不是玉米罐头吗 对 玉米罐头不是平时都是喝玉米汤的吗 怎么吃冰的时候会有玉米 真的很神奇 台湾真的太厉害 就是它 我感觉它虽然很有创意 可是它还挺古早 我也感觉 很厉害 这边 我开始还不知道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花生 那我特别啊 好喜欢这个 我觉得西门丁的所有好吃的都在我这里 虽然我 本宫我很想要鱼入军瞻 但是西门丁的好吃的小吃真的太多了 光那个万年楼下就已经很多了 但今天 感觉我还是可以的吧 很够格吧 很本地人了 已经在地人了吧 我想想 我数一下 阿东面线 鸡蛋包 金圆排骨 伊翠甜甜圈 然后老天鹿 又去买了土瓜汁 现在又在洋鸡玉米冰 诶 我不会出事吧 我这些都吃在一起 没问题吧 好不管不管了 开去开去 重要的事情讲三面 我真的觉得它很神奇 我不能再一起说了 就快化了 我先吃了 你是要两个一起吗 还是都可以 我先吃一口这个 再看 吃一口 嗯 花锅也好好吃哦 你买一买 你吃到什么啊 一言难尽 我好像开了一个玉米罐 我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你也没吃过 你吃过我没吃过啊 真啥你没吃过啊 我不相信 没吃过啊 嗯 可以的 这个在大陆没有啊 你想就是说 我今天去买鲜榨果汁 我买了一杯苦瓜汁 应该是算 但是应该全世界都没有 好全世界应该都没有 对对对对 真的真的 刚刚我看他们那个墙上 就是他们家虽然叫 柠檬湖 可是他们家最厉害的 就是苦瓜汁 而且人家不叫 不叫那个什么 它叫白玉露 白露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我要喝了 这好喝的 在你完全吞下去之前 你是喝不到那个苦瓜味的 可以可以 不喝啊 就是有点贵 你知道这一杯多少钱吗 90 110 好 下来是这个 我这个也是 我脸上上面粘的 是奶粉 是奶粉吧 好吃好吃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玉米冰好像台北 别的地方也没有 是吧 没干过 对 好像只有这家 还有这个 这个也有点凉了 可是它还是很好吃 我接下来要吃的 这跟这家店不是很合格 我怕老板打我 但是我又真的很想吃 如果洋鸡鱼冰的老板 看到我这一篇影片 不要怪我啊 你们家洋鸡鱼冰是好吃的 准备吃阿中面馅 我加了多香菜 好喝味 好好喝味 可能是我太爱面馅了 阿党我真太爱面馅了 大家有台北新北 哪家你们觉得好吃的面馅 然后能推荐给我 因为我之前很爱吃 呃 东区的一家叫 东区红面馅 可是它后来没有了 有没有东区红面馅的店家 你们搬去哪里了 哎老公 我今天在那个老天鹿 我买了鸡翅鸭翅跟鸡脖 搬那个比较有名的是什么 好像很顿吃 你喜欢鸭舌头吧 鸭舌头 鸭舌头我不太敢吃 看到它那个是1975年的 对啊 我今天有一个是1973 老天鹿啊 不是 老天鹿1949 你看我今天就专门看一下那个数字 哦我想讲1973是晶圆排骨 不厉害吧 哎玉米已经吃完了 这个汤我想喝一下 嗯 这个汤就是融合了那个芋 和花生跟那个玉米 不是玉米龙胖吗 哈哈 我的妈呀 面线吃完 冰也吃完了 蛋糕也吃了好多 前天去吃完了 可以走了吧 不不不 我想吃排骨变成 哈哈 吃吃风了 我没事吧 我真的不会有事吧 半夜看 当当视频又醉饿了 哇 想了好久的排骨 5 3 我们在高富丰 5 5 大 5 这个排骨它的 黑骨胶味很重 肉质很厚 可以 最后这个 其实就是你的零嘴啊 嗯 我还要点 好脆 好脆 鸭吃我已经吃完了 现在吃鸡翅 鸡翅小小 但是看起来也挺肥肥的 嗯 好吃好吃 鸭真的挺好吃的 好啦 吃饱 喝足 准备开车回家啦 咱们现在在停车场 嗯 怎么说呢 今天真的太快乐了 在台湾我觉得快乐很简单 就是上山下海 咱们都说了嘛 就是很容易就满足你了 那你吃到了这么多 台湾好吃的 你也会很快乐 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看了 咱们这期影片 也跟我一样的开心快乐 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咱们这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